在今天的Real Talk真实对话当中 我们很开心 邀请到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是前卫福部长陈世忠来到我们的现场 这是在去年选举之后 部长第一次很完整的专访 当然对Real Talk真实对话的海内卫的观众朋友来讲 大家真的是期待已久了 也觉得说今天很幸运 可以听到部长在选后现身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说明 当然部长现在被赋予更多的一个期待 他怎么样在民进党在台北市 巴西可能全能打吗 还是有人说不行不行 你把这个台北市三席身为后援会竞权总部 他在这个主委这个职务呢 怎么样至少要这个三席要守住 不是三席要守住 原来何志伟的这一席 吴斯瑶非常稳定的这一席 包括了现在有点呈现动荡 就是在港湖的这一席呢 三席能不能守得住 还是说也有可能立下在台北市呢 不错的成绩 这些都攸关在这一场2024总统大选里头呢 赖清德有没有办法在上一次蔡英文 在2020总统大选他拿下了 817万张选票里头在台北市 事实上当时蔡英文总统在台北市 是写下非常优渥的成绩 那个时候在台北市得票率多少 蔡英文总统 我记得是过半 我还是没有记错 至少是57% 那现在当然等时空背景不太一样 今天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部长我们刚刚才提到 大家一起在对抗病毒的关键性时刻里头 每一个人全面投入全民的协助 让我们的防疫成绩 让世界看见台湾 台湾也成功地走上世界 不过一场选举 您获得了32%的得票率 败选之后 好像这些防疫的过程 您在这个第一前线 替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好像穿过水无痕 好像都呼呼的 不记得了 甚至有人在你的人格方面 到现在进行全面性的摧毁跟践踏 是不是 如果你自己没有勇于 出来捍卫自己 你觉得别人能够捍卫陈时中吗 可是当别人要摧毁陈时中 要践踏陈时中的背后 您践踏的摧毁的恐怕不只是陈时中 而且是在陈时中背后 呈现上望的台湾人 不是吗 部长 当然了 不过真的是有一些事情 很多人都讲说 你都会这样比较大声说的 比较弱 事实上我想 很简单的 公文 人家说封存30年 有什么不可告人之秘密 我出来说很多次 是保存30年 把证据保存在那里 当他解密 各个签约解密时间到了 都可以公租于世 对不对 台湾告诉你说 他就是绑30年 我想说30年 他随时要查都有 其实有些事情 真的三人成虎 我当时 然后各种管道很多 我爸爸 我爸爸 从小常常来跟我们讲的一句话 我一直到 还是记忆很深刻 他跟我讲 人就是盖棺论定 当这个盖上的时候 两眼一合的时候 你的人生 一生做的事情 才能够被论断正确 我只知道年轻人是怎样 做了背骨 那样 最后就想熬夜了 我也深信这样子 我也深信 终究有一天会 还我一个公道 我自己先 我自己做的 我已经尽力了 尽力 而且在世界里面 客观的评价也非常的好 客观评价 主观上面我们安尽力 客观的评价也好 终究还是会还我们清白 高端的事情 当然绝对没有 无到一毛钱 我一张股票都没有 到现在还有人在讲说 股票是尚在那 完全没有 跟高端完全没有 金钱的往来过 说我A的一亿美金 一亿美金 拌拌拌拌拌拌 真的有人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没有 个人的财产上面 没有那么的一个 所以这种东西 对人太过分了 我就会告 所以我现在也在这里 小金在这里 我跟你讲 就是说以前我在当政务官 那就是人家说 这官不以与民斗 对不对 我们都会讲 但我现在已经是民了 任何这种 这种不实的日言论 或什么 我都会跟他搞 那我的盖棺的时候 才会能够被论定 选完有没有想想 为什么是这样的 百分之三十二的得票率 你有思考过吗 我想我的一方面 一方面大概 就是我那时候的 民调的支持度 当然是很高 但这很高的里面的人 是支持我当指挥官 很多人不支持我出来选举 他们认为那时候 还有就是说很多的病例数 台湾也还没有解封 有点像是会 责备这个指挥官 是不是落跑 这些人都对我当指挥官 真心胸的人 有相当的一个比例 在这里我还是要再讲一次 当我要选举的时候 7月17号离开 7月18号离开 我政务官的位置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Omicron 对 讲到Omicron的时候 还有人就是说 近来我听到有人在污蔑我 就是说我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就开放了 所以导致在Omicron会 大肆地进来 没有 大家不要忘记 在1月4号的时候是 机场的员工有染疫 我们1月4号 成立前进指挥所 到机场 1月11号 我们当这个飞机 就是落地采检 规模很大 每一个进来 在没有到 部长现在时空背景 你是回到2020年那一年 没有 我现在讲到是2022 2022年的时候 在选举的那一年 就是我们在2022之前 其实那个成绩 那当然是非常好 一步一步过 是有人说 2022是怎么这么厉害 是因为 我就2022的这个 过年时候就放手了 开放 没有 那是我们的手的正经 那时候我已经对外来讲 Omicron现在传播率很高 但它可能是一个危机 但有可能是一个转机 所以我们要观察它的一个严重度 或是致死率 是不是有真的降到一个 比较一个就是 较合理的状况 像古早的5% 2% 1%那种的 然后千分到万分次自己的时候 那可能就相对的安全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机场 收得很厉害 对不对 过来这个头红的 整个机场旁边的原住院区 那也是都是那种 到苗栗 到在都一直过来 我们在安静是在过什么 不是苗栗 过乡 这过什么 就是说过是说 可以看到别的国家的情况怎么样 我认为观察三个月就很清清澈 所以那段我们一定要把它守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全力在守 然后守到那时候三个月过后 我们看到就确实它变成是轻症化了 染疫率很高 但是死亡数相对在降 然后第二个 我们在几个月在做什么 我们的疫苗也达到都九成以上了 然后第三个我们在做什么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药物 三月底 Paxelovia几十万剂也进来了 所以我们认为疫苗打够了 疫苗也打得防卫力够 然后第二个我们的药物够 然后第三个轻症化 然后第四个就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医疗体系 居家照顾的体系 也建立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就是说与病毒共存 我们是准备好了 充分准备 该做的事情都做 而且也实证 我们那样的一套方式 也是可行的 那我们才开始与病毒共存 全世界我们算是守到最后一秒的 我们有时候任意就这样子开 所以到现在还讲 所以说是因为我在过年的时候 就开放了 就没有在管了 才后再照 我要强烈的讲 那是我们守的正经 我们知道之后 那时候是一个危机 但是是一个转机 我们要保留给自己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做好所有的准备 那还是跟与病毒共存 那才能够让经济也共融 所以我们在这三年多 三年来 三年来这样子 台湾这里面经济成长率12.73 这是破岁的会记得了 所以我讲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在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染疫率或超额死亡 在世界的一个前段班 然后经济是全世界的最好 那这关系到说 我们在衡量的每一个的措施 我认为我有把它做到一个 最小的伤害最好的 最大的管理 最小的伤害 你刚刚提到说 有相当大的比例 是不希望你转跑道 去参选台北市长 这个比例有多少 那这个时间是绕在什么时候 那您当时看到这个数字之后 有没有曾经动摇 没有 我想说可能大家 因为可能还不了解 因为那都是相对说 对我当指挥官的一个成绩 算是很满意的人 所以要想说 我们再详佳说明就可以了 有多少的比例 那时候做出来 不希望你去参选 希望你继续留在 三成多 四成左右 所以大约是 那时候数字百分之67 对不对 没错 有这么高的比例 所以你们仔细于去了解 67的人不希望你去参选 不是 67%的人是 差不多是支持 你扣掉四成的人 大概扣掉278 你是说支持整个防疫的成绩 对对对 然后呢 那这个数字的背后 然后这里面有四成的人 是不希望我参选的 对我的支持者 对我肯定的有四成 不希望这我选 那那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呢 我们的评估还是参选 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好好的 他们可能没有了解 因为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我们觉得已经是 就是可以与病毒共存 那可是有一部分 从一般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现在的染疫 还这么多 这么多人 那现在我就要走 这样子 那我想后面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把这事情讲清楚 那当然就会最后也落选 但中间很多的谣言等等 那当然也都是 我自己用得不好洗 所以我都没有了 也都上市了一些选票 最后就是算不掉 算机还是这样 我知道现在也是 请人在靠边 很多人都替我抱不平 我刚才是说 到底是来 我落选 我也很相信 不是我爱的 对不对 来但是那次吃吃 比我更相信 我不知道怎么说 在这我对支持者 再度表达外歉意 自己努力不足了 所以32的支持度的背后 您自己后来提到的就是 可能这中间 有一些所谓的舆论的操作 操作您认为 可能都是一些 造谣不实的消息 您检讨是说 你第一时间的反习 跟反应不够是吗 那个也 你没有感觉这场大选 您是被对方的主题带着走 对方丢风向 在主导议题时 我们反而都是被动的 在反应 没有所谓的主动出击 是这样子吗 也要这样讲也可以了 在一开始参与选举或选举之前 其实 我不认为我对手的阵营 就是说会有这些相关的一些 比较恶意的动作 我觉得大家还是君子之争 选先与能 可是后来他们整体的那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没有激起去把他反击 就有这个效果 那时候有些比较恶劣的言论 有自己也判断失准 比如说讲我磨柴害命 我认为说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事情 可是后来就是说 我刚才讲过 生人称虎 真的发酵了 就最后还是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人家讲说 要谣言之于智者是何其的困难 你要谣言之于智者 那就必须要能够拨乱反正 有相关的一些正确的言论 能够及时的提供给大家 才能够要言之于智者 越来越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他们还在骂你 那这场选举呢 如把炮制食髓之位 依然可以获得某一种程度的一个成功吗 是吗 我认为不会成功 我认为 现在郭台铭在骂你 柯文哲在骂你 第二个我不是我在算计 可是第二个也不要忘了 我还是有很多的支持者 那些支持者对我的落选 其实也是这样纷纷不平 那可能会那种反弹的力道 可能会比那32%要大很多 是 您觉得这一次出任赖清德 精神总部的主委在台北市 那主长在台北市这个部分 您觉得对他有多少加分的作用 怎么办他加分 我不敢说 但是我还是跟他讲说 我有那个基本的32% 那是支持强度非常强的 这次他们的强度还会更强 因为对我的失败 感觉很不舍 这我到时候可以听得到 在每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一定会比这个 趴出来高很多了 加上我们赖副总本身就 非常有魅力 正直 博学 清廉 也太多 很好啊 现在他出来 公园在这都显露 一个领导者的高度 对我出来 所以各位我的支持者 会帮他加分 他个人的风采 能够召集到更多的人 是 赖副总统的支持者 在当时2022大选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观察到 就是说A&E的服务选的行程里头 有当时的前副总统 陈建仁 可是比较少看到赖清德 所以当时有人有预防的解读 在2022在台北市长这一议里头 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里面的 民进党的内斗 其实已经开始了 我不知道外界其实这样的一个解读 还传播的还蛮广泛的 甚至有人去解读 也因为这样子 投射到2022年的选举的 32%的得票率 当时民进党内其实已经分裂了 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 我想这是对手的阵营在见风插针 也许他这种见风插针 最后也产生了一些效果 也不一定 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人 就是敌方的阵营 相对那时候大家不要忘了 那时候我们陈建仁 前副总统 他那时候是一个民间人士 所以他是比较方便出来做辅选的 所以他也是我竞选的主任委员委员 那赖副总统是副总统 其实他是不是那么的方便 他有上班的时间 来做这样的一个辅选的工作 以及有公务地 总统也是这样 对不对 副总统这也是这样 他们都只能在公余的时间 全国都需要 赖副总统不是说我一个人在算 真的 大家都有人 陈建仁是我的主任委员委员 所以他全力地帮我 而且他那时候没有公务的那种身份底 所以整天针对我一个 所以看起来好像有 陈建仁是我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对手 在见风查真 在见风查真 三级都明不了这样 那小英之友会呢 跟现在之友会 双方位在磨合的过程中 也产生了一点点一个冲突 现在状况怎么样 一切都弥合了吗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那过去的不好问题出在哪里 互相没有那么的了解吧 因为不了解 所以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在 那因为越来 大家都成为会了以后 大家比较高兴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大家越来越好 我们一定会全力地来 就是说让赖副总统能够把本土政权能够维系好 你怎么样看副总统现在打这场选战 你怎么看 我双方位 我只选过去年那一场 所以双方位我又不说很来行 不过我还是比较牢固 我认为就是选嫌宜至于宜能 所以选嫌宜能这样的一个角度 赖副总统在目前几个候选人之中 他是不二人选 意想好 博人人选就这样子 他最近也针对了国政的一个白皮书 大阵仗 我看有上百多个学者来参与 你随便来看 他现在一步一步地打法里头 有人说赖副总统被边缘化了 因为这三只小猪难以的部分 占据了所有的版面 你自己怎么看 我们这个什么 那个非洲猪瘟 我们都修复了 口梯也扒了针 所以猪的问题我们不怕 做得很好 赖副总统他一开始 他是有步骤 一开始他先阐述 蔡总统的戏严起 这些主权 坚持安宪政的民主自由体制 尊重两千三百万人 互不利益这个意思 一再的把这些主权也说了 过来也开始说 他说和平四大支柱 投书美国 台湾也不断地说 他的四大支柱 国防的威慑力 自己要做用起来 第一的经济安全就是国防安全的一部分 他体会到就是说 国防不是这样的 这些说成功的那些 经济是真要件的 它是一个国安的问题 所以有人现在还在提什么 福茂 那个人就没有 就是没有那些sense 经济安全是国防的一部分 第三的他要建立民主伙伴 跟世界民主国家 理念相亲的国家 要建立一个伙伴的关系 第四的他说他要做一个 稳定 但是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人 所以他很多的基本的问题 他都看到了 有一个胸 应该说胸有沉着 在四的建议四大支柱的前提下 营造一个国阵白皮书 这些原则合适 里面细项一项一项的推出来 让大家检验检视 他是一个够资格的候选者 也是一个够格的总统 反观在对手里面提的不多 一开始我来说 因为唯一证件就是下架民进党 但是下架民进党 我要凭什么 我他就说过 在我们这里面 小英德七年的政绩 是有史以来最好 对不对 想想看 马英九做的政绩理念 一个633 没得一项做到 对不对 那现在呢 他们也是提了很多 像前段时间 我相信侯友宜也特别提出来说 要就是那个 就是健康的expenditure 就我们在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的开销 要到达百分之八 那这个想法很好 那想法很好 也是我们一直在医界 也都一直在推动 所以要扩大医疗的开销 那赖副总统有提到 他要改造医生 所以他要推动一个政策 里面是健康台湾 每一个政策都要含有 健康的一个元素 不符合健康的精神的政策 他是不推的 但是后来他在说这个 背趴的这些东西 目标方向理想都是对的 但问题是 我问说你怎么做得到 他连这个所谓的 health expenditure 这种医疗保健的开销 这个背趴到底含了什么东西 你都不知道 因为那天 原来说他要把老人 要公家来帮他付健保费 六十岁以上 六十五岁的 六十以上 他要帮他付健保费 而且现在已经多多少少 很多的政府都在付了 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 他说他要老人 我再问他 你钱对他来 他说你怎么说过 我对我本来这个 背趴来 换句话说 他对整个这样的一个 预留费用或预算的边力 完全不懂 现在虽然只有六点四趴 但是老人的健保费用 是含在这六点四趴的里面 在GDP的六点四趴现在 他现在提升到八趴 因为提升八趴 八趴跟老人的健保费 一点关系 八趴那里面是多出来的钱 他现在是讲说 六点四趴里面 有老人的健保费 但老人健保费是 现在老人自己在付 那未来是政府要付 大家会说政府要付这一百亿 你要从哪里来 一三百亿 这不是 他说有了 就是八趴来才能 这他没了解八趴 第二 他不知道八趴才能多少钱 八趴在我们现在的GDP 大概是二十三兆 二十三兆对不对 你一趴就多少 两千三百亿 你要增加一点五趴 一点六趴 大概就要三千六百亿左右 三千六百亿左右 我来说 国民党在 在毛银九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长期 我们的负债 从三点六兆 增加到五点四兆 蔡英文总统 现在增加到将近六兆 不到六 只有六兆 增加的事 因为就是 一年要亏 不算亏 大概缺一 缺两千一百亿 蔡总统一年 缺不到这两百亿 那他三千多亿 以国民党的执政的效率 那三千多亿要从哪里来 这点我就觉得 他不但是 没了解这种预算的编列 还现在有的钱没的钱 他都搞不清楚 然后又空口又画了一个笔 其实他在画那个八趴的时候 我就看到 马银九的六三三 稍后都做得不够 画得很好听 以前六三三也真好 我记得成长六趴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事业率要将到什么 现在将来百亿三趴 国民所得三万美金 台湾不是很高兴的 有做到一项目 连一项都没有 说不够 现在他那一项 现在口有一个说 八趴 我就不知道 以三千六百亿 从何而来 以他们的行政效率 岁出税入的一个差额 满了九八年 全部都满了那 五年都是一千一百亿 一千亿以上 其中有一年达到两千一百亿 明天这样 小英政府在执政的时候 除了第一年二十五 全部都政的 第一年二十五亿以外 一千一百亿 一千两百亿 一千三百亿 两千九百亿 四千九百亿 我们充分证明 就是说 我们有好的一个 繁荣台湾的实力 GDP不断这样 管理也很好 负债再往下降 所以我们有能力 能够怎么样 能够加薪减税 增福利 这我做得到 但是我要问说 好以后 你八趴 你做得到 那你看那个柯文哲呢 医生看医生 包括郭台铭呢 他们提出什么具体证证 柯文哲的 柯文哲以前 如果来比较他的一个 过往的一个 这CP值来看 这负倪的企业 就一两个就用不好 能够其他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想这都是已经做过了 不是说没有做过 负倪 柯文哲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大家觉得就是 你以前说的弊端都不是 弊端了 五大弊 弊端都不是 都没事情 你如果没有给大家好好说 是怎么办 你参与前说那有事 参与后并没有事 是怎么用的 另外一年都在那 八年 对不对 八年都没有办法处理掉 那人生哪里有几个 八年 对不对 国家也进不起 这样子的蹉跎八年 那她的子弟兵在2022 黄珊珊也拿下25%的得票率 你怎么看黄珊珊当时得票率 有没有很意外 开出这样的票数 是有一些 这意外 这有一些意外 也因为这样子 才会自己的选举失败 但是 就是黄珊有她的一个强项 那有市议员长年的一个经验 那也有她一个法律 应该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背景 对市政的了解说明 对地方的里长的感情的拨战 这都是她的一个强项 也是后来她选举票能够出来 也开得出来的原因吧 市民里面很多支持者 后来转头给她 黄珊珊 可能吧 就看我就觉得不是很爽 那又没有办法投给这国民党 就跑到那边去了 真的 所以拿选举就是这样 高高低低 我等一下就很难说 稍微不注意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 所以像这次赖富在选举一样 整体的民调一直维持很高 但是还是要步步谨慎 那更重要就是那种国政的远景 要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 这个地方我觉得你有所感 因为剩下等于算一算 今天在9月18号 已经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或者是11 12一嘛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你刚刚提到赖富总统 应该要步步为营 当然 你觉得呢 当然我要再呼吁 他可能会遭遇到什么 抹黑 一定抹黑 这是 你觉得当你的选举 2022的如法炮制 会重新再来 而且除了境内抹黑 境外 大量的有计划的攻击 也都会来 这是他做 要孙总统 更加是这种的压力 或者从别的地方 境外来的这种会更多 而且要很小心 那也要呼吁我们的支持者 一定要睁大眼睛 那自己一定要把当作 自己是一个智者 要远到自己的社会 好好的过滤 查证 不要任意的传播 那这个 你觉得民进党 没有办法因应吗 明知道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以你2022来讲 我不知道你自己事后来看 当时是不是 你的主动出击 做得还不够 导致谎言 谣言 可以得逞 但是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 一个民主政治当中 选举为的是什么 只是选举 选票是王道 其实错了 很多政治人物 从政的初心是说 我通过每一次的选举 让国家社会 更民主 更开放 更进步 而且这个进步是 透过一次次选举当中 堆叠上去 那大全体要建立在 这个政治人物 你的核心价值 不是说选票是王道 我可以不折手段 可是如果在2022 甚至很多次的选举里头 都发现说 某种程度的谣言造谣 好像是有效 那这个选举文化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带给我们台湾的是什么 部长 当然这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伤害了 不过你可以讲就是说 他会得逞一次 那可能在那时候 大家就看到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伤害 或对于国家的不好 或者我可以讲就是说 我刚才讲说 我虽然在台北得票 32% 32%多 可有更多的一些支持者 也看到那时候的这些 有人的伤害 可能会 就是会加倍奉还 更多的支持者会跳出来 支持我们的民主政治 支持赖福 所以你就为赖福总统免不了 在最后的四个月里头 要提防这个部分 对 是不是 那我是说民进党 没有因应这方面的能力吗 如果历经过过去曾经之后 这惨痛的教训 会 但是我们不知道 因为票没有开出来 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 在我们整体的选举正义里面 对这东西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教训 也既然知道了 那我们会全力的去防患 但是很难 因为现在的AI各方面 很多的这些进步的技术 而且是我们在民 很多人在按 那时候是不好防 所以还是 最后要防来防去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选民 一定要能够做自责 是 这个舆论 尤其主导议题去带风向 它是有一定的套路的 那这个部分 哪些人在传播 那用什么样的套路 慢慢事实上透明公开之后 部分的民众 他有识别度 有部分民众 当然没有办法 有这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人格特质 他透过他的语言的传播 如果很多人 你可以看一个人的 政治人物的表现 他的言行 可以长期去观察的话 不难发现 这些政治人物 颠倒是非 然后 常常 地狗盗菜都 前后矛盾 甚至我八月份才讲 我对我的妹妹选举 当时 就一个月份之间 对自己妹妹的参选 态度不一样 那么这个家庭很有趣 妈妈说 这个高美兰六十回 我也管不了 不过我心中 还是感觉 他去做疑心 柯文哲在八月份所讲的 跟九月份下来所讲 也都不太一样 那我就不知道 这个家人 到底 我是从这个案例里头 去看柯文哲的人格特质 当然从案例里头去看 柯文哲你的家人 包括了 这里头衍生出另外一个 我也想听听 看部长你的意见 高宏安 高宏安的事件里头 带给民众党的省思是什么 带给一个党主席 柯文哲有意角逐 总统大选 你省思是什么 我看不到 比较具体而为的 一个省思 反而是我让我的妹妹 去参选 部长 这里头有一点缓缓相扣 您自己的观察呢 其实我是不是很适合 这种评论别人的人 我不太喜欢 说别人 但是你要问到这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 像柯文哲现在他会讲 就是说 他们自己总是要有一个比例原则 别人都是 绝对都完全不对 我认为两套的标准 也是相当的清楚 最终的清澈 当然他的话 话数很强 然后玩弄他的一个话语权 但是总是最后会 笑得更厉害 这种事情做不久 要来做不久 做不久 那你觉得做 没多久的高红安 这样的一个现象 包括了公司之间 跟法律的界限之间 因为我想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一个违法的事实 你怎么样看最近 因为 现在的传统媒体的政论节目 两三个礼拜 每天几乎都是高红安 当然一方面我们也觉得 这个法律的界限 恐怕也必须要去思考了 如果政风单位到时候调查的结果发现 哦 查无不法 如果北检到最后 因为现在民进党 比如说高雄市议会党团 他们去控告涉取贪污的部分 如果在游左法律边缘当中 北检万一做出是一个不起诉处分 那这里头其实公然被打脸 打脸的是包括名嘴 包括这些批判高红安 但是回过头来看 高红安身为这样一个地方首长 他的公权力这样子行使 真的没有问题吗 部长您自己的观察呢 我当然认为说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这样很方便不好 如果说到这样 我是说撞过头那些 自以为撞过头 自以为可以来操纵操弄这些事情 这都是不好的示范 但现在我现在在这起 中心还要到违反的程度 大家应该是还没有 但是如果作礼会 对这些什么攻击金的东西 那显然就是若以我以前对公务 这种公家的钱的看法 那是绝对有害的 这一个项目不对吗 对不对 你明明你就没有加班 你给它报复复复复 这就已经是贪图了 你再拿下来 再来盖上一回 透过 现在他再盖上一回 他不如自己收拾起来比较快 但是现在没有多少钱 但是何必这么聰明 何必这么聰明 但是有的人就是 就是爱喜欢这样子 在贪小便宜 但是诈领助理费的部分 违法一块钱 违法也是违法 那个违法 是是 违法的事实 现在这个做市场 我没想到违法的程度 就是说 纵使有是他们的男朋友 在喀民 喀民的局处首长见面 跟他也无关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 他是他指使他来这样做的 或纵容他这样做 结果等一下人和人 是个体 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 他给你对公众的反应 是不好的 但应该是很清楚 就是跟他男朋友 就清清楚楚讲 你不能这样做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男朋友这样做 他可能会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没关系 后来总是知道 我早上这么大 每天都在说 我们不知道 他也不用去 约束他的局处长 不能跟他这样 那就是 因为男朋友说 你就不能这样才知道 对不对 这东西是很清楚的 等一下 黑龙赛党 那是不好的示范 但是我认为到 违法那倒不见得 但以前那个 做理非那些相关问题 我认为那是 逾越了法律的尺度 跟高宏恩 还有一个比较紧密的关系 就是过去他的老板 郭台铭 郭台铭的参选 部长应该也留意到了 在礼拜天的时候 他协同赖佩霞 已经到中选会去登记 他等于是在中选会 登记了最后一天 9月17号 成为被连署人 不过也是令外界觉得 非常的意外 非常的意外 包括了郭台铭本人 跟要成为副总统 候选人的赖佩霞 怎么会第一时间 都没有想到 赖佩霞具有 美国籍身份 在我们选报法里 很明白的规范 你具有双种国籍 是不得参选 有人认为你可能会白忙一场 那怎么这些 你既然有意要参选的话 你事先要考虑得到 也许准备得很晚 可是你也必须去评估 有没有可能 你放弃美国籍 根本来不及 在最后 11月24号登记之前 根本来不及 那你根本来不及 你现在大阵仗 在全国各地 招兵买马 要进行连署同时 支持你的人 你就真笑 我辛辛苦苦 我佼佼的身份证 我填各资的去支持你 到后来 你可能具有 参选资格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发展 部长你自己怎么看 就是说 以前看 就是他一定要选 可是到现在 就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看起来就 比较不像是在选 比较像是在做一些 谈判的筹码而已 多方谈判的可能 包括在国际的一些 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因为他就像他们自己 发人讲 在尽可攻退 就退口手 但是你看起来 因为民调那么低 事实上 那可能性很低 被酸调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他当作一个 他里面一些谈判的筹码 我相信是有得谈的 但是我也记得以前 也有人 就有人用其他的说 以前也有人在选 大伙计判 还是选总统 我记不起来 就天天在扫地 就是我们就知道 他也是一样 但是他也是弄成 当你再看起来的 是不是 这对选民是 很不尊重的一件事情 没错 因为 你讲的那位先生 应该姓王嘛 对不对 我记得 我这一回 你讲的应该是 王建轩先生 对 以前他们这个 就是要 适时的收银子通 但是 又知道法律 法律这不允许 所以用其他的动作 来代表 我是选嫁 这个选举也很好玩 就是说 我们的郭台平 但一开始我现在要选 那现在他大概自然不会选 可是当作一个 一个选票的一个筹码 不是 谈判的一个筹码是有用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 他对于他的选民是有几个人 你不能把人家选嫁 第二个对于国家要尊重 我不是说女性或是这样 可是显然的 我们这一位他的一个副总统的人选 赖配侠 对对对 你要当一个副总统可能还可以 但是如果有一天需要当总统的时候 可能在国家的安全上面 大家要很注意 对不对 确实不是这样 他的这个有两个嘛 就是做副总统 而且是被位元首 那大家看看被位元首不是公家 那有可能变成是元首 那如果以他这样的一个背景 跟经历而言 是不是能够注意单单 这个国家元首之位 但如果想到这里就知道 郭台铭提名他当这个位置 是对国家没尊重 我不是说他真的是不行 但是要做一个总统 一定要有相关的经验 不是说你这样 出来说这样 说会 说会 说会这样 就是不是这样嘛 你来 我不敢说来的时候一定没法度 但是以他的经历而言 是要提名他的 要吸索他的人 其实对国家不够尊重 我的感觉 还是只能说 禁止我自己的安全 您提到国家安全 那郭台铭呢 郭台铭身为总统候选人当选 没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吗 但是大家会顾虑到这个很多 大家顾虑到 但是我相信大家选民 是有一个选择 毕竟他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他有资格成选 但我只是提醒说 要提名副总统的时候 要具备说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做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能力 会比较好 但我还是要强调 我不是说赖副总统这样的一个 不是就是赖副总统 就是我现在的赖参选 就是连署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只是觉得以他的背景 如果我以一个国民来看 我觉得国家安全堪虑 国家安全堪虑 你刚刚提到说 一开始的时候 看他好像认真参选 后来发现 好像不是真正的目的是要获得胜利 是要获得国际谈判 你所谓的国际谈判指的是什么 他想要谈判什么 国际 跟哪一个国际领域谈判 就另外一国 谈判谈什么 谈判也行立 他的资产是不是 对 是 那这个是现在大家觉得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在他宣布参选那场记者会 事实上有些外媒也问了 就针对你会不会参选到底 我把他整个职场记者会听了 我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对于 就是郭先生对于要参选到底 这句话 怎么好像说不出口 为什么 为什么会说不出口 因为现在就 我说这样也不会 我们这样讲 各位说我意图使人不当选 多了一个官司 没有 我意思是说 确实以民调不到10% 说一定要参选到底 坦白讲也强人所难 也强人所难 是 就这样两三句话 强人所难 你是担心被告是不是 那我担心被告 OK 还有很多话跟部长聊 部长谢谢你 特别今天把时间真的拨容出来 我觉得部长 既然在这场选举里头 您希望让赖普可以成功登上 2024的总统大选这个位置 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战略思考 跟方向 其实可以多上上节目 思念你的官人朋友 我相信在今天Real Talk 真实对话 在华氏的网络节目里头 国人朋友 真的某一种程度是非常lucky 这是一个部长 他在结束2022败选之后 第一次的真心化 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某种程度呢 该不该还给部长公道 有时候我们看到 到台湾的选举文化里头 好像这种负面选举 还蛮有效的 现在 对 民主发展到 一个程度 一波一波 一波也正向 一波也负向 但是一波一波 负向选举 造成一种结果之后 可能大家就反省不满 然后下一波 可能这样就比较不会得逞 一波一波 希望就越来越进步 你一切都谈起来 云淡风新 你一天都 都没有任何的愤怒 如果人在里面 这么多的政治人物 从2022到2023 甚至未来 进行人格的一个摧毁 你都不打算用更 更什么 更具体或更powerful的方式 全面性去反击吗 有人说 这个部长 这样是不行的 你把自己的嘴巴给封住了 这样子好吗 部长您自己觉得呢 对 这也是 你说这是油店 也是 是宽店 也是油自油店 是 对不对 这样你每一件事情 都一定要跟大家 真的面红耳刺的 到底是不是好 我在我 很年轻的时候 常常这种 自己的一个人生的 小小小的一些哲理 我跟你说 变硬不是贏 变硬不是贏 就用沉口舌之快 变硬的不是真的贏 做贏 比较贏 做好比较贏 变硬不是贏 反正就这些让我 不是的 那么喜欢的 我就 说过就好了 我会 我会喜欢把事情讲清楚 但是 讲过一遍 我很难再叫我讲第二遍 我刚才说过就好了 有的人说 你应该一再一再 把它强化来 是 但是 就是我说这 这样用辩论的方式 来讨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 跟我的个性 不是那么合 是 这个就是部长 我觉得 我为什么会 今天跟部长 有这样一个对话 因为太多人 太多人在期待部长 在很多人 有计划性的 进行这个负面的选举 攻击的同时 摧毁他的人格同时 其实伤害的 不只是陈时中 伤害是在背后 力挺台湾 往前走的 成千上万的民众 也因此呢 更多人期待 是部长在必要时 恐怕要更强力反击 今天非常谢谢部长 来到Real Talk 真实对话 部长 希望下次有更多时间 继续跟别人对话好吗 会不会 看看你这一局的收视率 这样子 收视率包 我就在这 OK 所以 所有的 线上的观朋友 我们的点阅率 所以我想 基本盘 在Real Talk里头 基本盘可以来到 我们现在因为 才刚刚开播一个月 当然小军超级plus 在这个部长呢 他的默默 把我们加持之下 虽然小军超级plus 部长一直还没有来 那时候非常非常忙 但是呢 小军超级plus 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也跟部长 到庙口进行转播 我们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的订阅户呢 已经来到20万户了 对 这个也是拜这场大选当中 大家所关心的 所以希望呢 在Real Talk真实对话当中 慢慢在一个月当中 成功站上 2万的订阅户同时 也朝这个目标 大家一起加油 你的加油同时 也帮部长加油 好 对 部长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再会了 拜拜 拜拜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 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 把90%精力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调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同时 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接 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 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 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